今天在灣區和北加州部分地區連續第二天發出霜凍和冰凍警告 國家氣象局向北灣內陸山谷地區發出霜凍警告 預計氣溫將會跌至30度 同時也向Santral Valley和Salinas Valley發出冰凍警告 預計該區氣溫將會低過冰點去到28度 警告的生效時間將會在今天晚上10點到明早9點 灣區周邊沿海和內陸地區的氣溫 預計將會維持在40至50度左右 另外三藩市和北灣海岸線發布了沿海洪水警告 由於天文潮池 所以可能會出現輕微的沿海洪水 同時根據氣象部門表示 星期二大部分的時間天氣晴朗 預計傍晚時份或會落下無無細雨 預計北灣降雨的機會最大並將會持續到星期四 當局表示 這種不穩定和潮濕的天氣將會持續到下星期 天下維視記者編輯報導 我看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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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不見